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我是安华 那么今天的时间是2018年12月12号 我们今天焦点的这个题目呢 就是现在是美中之间开启了一种肉搏互怼的模式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对于90天啊 现在实际上呢也还不到90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美中之间呢 要达成一个成功的贸易谈判结果的这样一个期限之内 能不能实现双方的所需要 或者说所希望达成的目标 现在已经是要达成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这个前景现在已经是无法乐观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 也进行过分析 据说呢 尤其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 是很希望尽快的达成一个这样一协议 吕顺呢和美国的关系 或者说是用这种稀释宁人的态度 做出一些让步 而且呢具体的让步呢 实际上这个框架或者说是大的这个条理呢 已经是有了 那么现在呢只是一个具体谈这个具体细节和落实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之前的这种双方这个元首的这种互相的交底 或者说是互相的承诺 已经是很清晰了 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孟晚舟事件之后 现在呢这个情况是急转直下 那么现在的中共方面呢 在沉默了几天之后 我们现在开始这个看到啊 发出的这种反击的这种信号和行动是越来越强烈 那么现在不仅发生了这个康明凯 这个加拿大的前外交官被拘的事件 同时呢福州中院已经做出裁定 那么这个苹果手机的大部分型号是在中国禁售 而且是不得上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应该说 一个是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 那么同时呢对美国的这些报复措施呢 也在我们之前都说的很多网友也说 或者甚至调侃的时候 行啊 那么当时中兴的时候就说 那么下一步呢就说 中国要怼呢就是怼苹果了 那么看来现在苹果呢还真就中招了 那么这就表明啊 中共的这个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进行了一番观察和审视之后呢 现在是决议要进行反击 那么就在这个当口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 我们的这个 川普大人啊 现在呢也是在沉默了几天之后 终于对这个孟晚舟事件做了一番表态 而且他这个表态呢 也就的确印证了 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说的 那么就说这种总统 他有他的这个特权 他有他的这个职权 可以一定程度上 这个干预司法的进程 那么在这个 以往的美国的历史当中啊 这种情况并不贤贱 但是呢 当然对于他自己的 包括通俄门的这种调查 很多人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调查 他都没办法这个否决啊 或者说啊 当然呢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这个范畴的事情 尤其是对于他本人 那么这个是是他自己无法去干预的 但是对于其他的事件 包括这总统每次 我们看到呢 经常是这个卸任之前呢 要大赦一批 那么这个大赦权 这个赦免权 或者说对于司法进程的干预 那么这是也是看人的人品 或者说看他的这种 这种做出决断的这种根据 那么有些人呢 是很少去干预 有些总统是很少干预司法 那么这也是做出一种表率 那么但是呢 对于川普总统这样的人来说 他是不在乎这些 反文辱节 或者说他对这些建制的东西呢 本身就不感兴趣 所以说他的这个表态呢 就让很多人呢 是感到很意外 说呢就是 也就是说呢 他想用孟晚舟作为一个筹码 或者说人质也好 来向中共施压 他可能呢 他的表态呢就是说 如果说这样做 对国家利益有好处 那我就会进行干预 那么总统利用职权 干预司法 那么截断司法进程 这也是有他的这种规定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 美国宪法的第二条 第二款 就有这个总统 对于这个违反联邦法律的 这些人员进行 这种赦免的这种权利 那么当然了 孟晚舟所触犯的 那就是美国的这种 联邦层面的这种法律法规 那么也就是说呢 现在是川普总统想用 孟晚舟作为一个 这个筹码 来为美国的利益最大化 服务 那么也就意味着 如果中共方面呢 做出切实让步 孟晚舟呢 应该说也可能 就不被引渡 美方就终止这种引渡的 这种要求 那么因为有60天的期限 从他被保释之后呢 有60天的期限 那么如果说不被引渡 他也就自然就重获自由 那么这种情况 是不是会出现 应该说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川普总统把这番话 说得很明白 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信号 这是反而呢 现在是让中共 没有办法面对这种 国内的这种情绪 国人的这种愤怒也好 指责也好 我们之前说到的 权贵阶层和吃瓜群众 在这个问题上呢 罕见的出现了一致 为什么呢 都觉得自己的这种安全 或者说是这个国家的这个颜面 发生了问题 那么这个权贵阶层 现在我们看到下面就要讲啊 这个双方开始肉搏 为什么说肉搏 就是开始互相抓人了 那么这种情况 那么这已经是到了一种 非常露骨的 或者说是最原始的阶段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中共呢 你想让他再做出大的让步 试想一下有这个可能吗 他敢吗 那么如果说 他不顾这些国内的这种 而且应该看到国内 中国国内现在这种有关的报道 也是这个海量成篇累赌的 那么说呢 大家的这种 这种表示 这种民意也好 或者说这种愤怒也好 或者说一片指责声也好 那么中共 他不可能不加以考虑 所以说呢 这就反而捆住了 中共本来想这个静悄悄的 稀释宁人的 然后把这事就 所谓的 让几步 让一步也好 让几步也好 海阔天空一番也好 然后把这事就达成了 那么结果现在呢 反而被捆住了 达成交易 做交易的这个手脚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呢 加拿大的网民啊 那么也是在推特上也好 在Facebook上也好 有大量的这种 现在呢 自从川普总统的这番表态 出出 这个就被透露之后啊 被报道之后啊 简直是炸了锅 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个加拿大被川普出卖了 而且呢 现在是得不偿失 把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 也搞坏了 也得罪了 那么现在是两头不是人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一方面的这种 这种 跟帖也好 留言也好 评论也好 简直是啊 一波又一波 这是最近这一 一天多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 大量的这种评论 认为呢 就是啊 加拿大 被川普 给卖了 而且呢 是 现在是 有些人干脆说呢 你即使 虽然是这样的话 既然是这样呢 那干脆还不如放人 算了 或者说呢 有些人觉得呢 这种 这种法治 民主法治 也是受到了这种 侵蚀 受到了破坏 认为呢 很多 有人呢 就是在这个推特上留言啊 就是说这个 看来这个法治啊 也是可以做交易的 等等 那么这方面呢 应该说 两方面的这种 舆情的这种反应呢 都比较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呢 现在要想继续啊 静悄悄的啊 或者说是通过一些 啊 台面下的一种交易 来达成一些啊 最终的这种啊 停停火也好 停战也好啊 那么看来说 这个困难是越来越大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啊 美国国务院发出了啊 对美国公民前往啊 中国访问的啊 这样的这种旅行的警告啊 那么这也就表明啊 双方的这种啊 这种互相的这种试探之后呢 认为觉得现在啊 都存在了啊 在对方的国家受到威胁的 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那么在这个当口 我们又看到呢啊 中国的这个红顶商人马云呢 啊 在香港出席这个一带一路论坛的时候啊 也发出了这个啊 一个放风啊 他放风说呢 这个中美呢 应该说啊 现在这种之间这个矛盾啊 啊 绝非是啊 两三个月能解决的啊 那么要怼呢 估计要互掐互怼啊 二十年 那么这个调子呢 也是和之前啊 这个中共啊 尤其是在川习会之前 中共的这种啊 报道的这种风向和舆论呢 啊 是有区别的啊 那么之前呢是想呢 就是啊 这个表示了乐观啊 尤其是十月一号 那么川习两个人通了电话之后 那么中共的这种报道呢 就开始转调了啊 就开始为这种达成所谓的这种啊 最终的协议呢 进行舆论的这种准备和铺垫 那么造成啊 营造一种所谓中共很擅长的这种啊 和谐的这种局面 那么但是呢 随着这个孟晚舟事件的横插一干 那么现在啊 这个中共方面是啊 很头疼 在考虑了一些天之后 现在是做出了反击 而且这个反击来得很快 啊 这和以往还真是有些不同 尤其是对啊 加拿大这个康明凯的这个拘捕啊 包括这个 呃 苹果手机的这个 呃 这个裁决啊 等等 那么都是一波接着一波啊 马不停蹄啊 在进行着 那么这也就表明了最高层的这种意识意志呢 啊 已经是呃 确定了啊 而且是在得到体现 那么现在呢 我就想说了 更重要的是啊 现在这个孟晚舟事件目以成舟啊 那么这个事件 肯定不管你刘鹤到加拿大到美国来谈啊 或者说怎么谈啊 那么之后双方啊 那么还有将近啊 八十多天的这个时间啊 八十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 时间段将始终伴随着啊 这个孟晚舟事件啊 那么这让中共方面让啊 就会觉得呢 是一种 要挟 这是一种似乎是刀架在脖子上啊 谈判的这种啊 这样的一种一种谈判条件 那么这也是中共的这些官媒之前就说过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呢 啊 我们不可能谈啊 那么既然这样话都已经说了啊 恩变啊 那么现在呢 这种情况的这种出现 孟晚舟事件啊 造成的这种影响呢 就是习近平他即使是怎样想让步啊 现在也都不敢 或者说呢 不能接受 这样的一种局面 高压 这是对他的这种颜面啊 是一种极大的一种羞辱 或者说是一种损害 那么对他来说啊 习近平的这种个性啊 这种横着 耍横着这种个性呢 在一定的时候啊 都会爆发出来 那么现在呢 他这种反击的措施也正是啊 他的这种个性 或者说他的这种思考 做出了一种决策之后啊 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一系列事件啊 肯定不是偶然的啊 肯定不是习近平以下的人所做的决定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事件呢啊 对这种习近平本来想息事宁人啊 做出一些让步 把这种内外交困的这种状况呢 得到一定的缓解 尤其是营造一个所谓啊 有利的对自己有利的这种外部环境啊 中共来说呢 反而成了一个标志符号性的一个事件 现在呢 是不能示弱啊 也不敢后退 因为现在都在众目回回之下 而且这个事件的延烧啊 那么随着这个孟晚舟获得啊 保释啊 那么保释之后呢 还有引渡啊 这一系列事件 这是60天 正好和这个啊 将近80天的事件呢 是重叠的 那么这这两个事件呢 就一定会同时的啊 在这个世人的事业当中出现 已经是不可切割 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不可切割 实际上就有这个 意涵在其中 因为这两个事件 事件上是重叠的 那么怎么能够让一个一个事情啊 被另一个事情的所掩盖 或者说可以忽视一个事情 而去只关注另外一个事情 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前几天呢 节目当中分析啊 中共呢会现在是顺势而为啊 顺势利用这个事件 开始打做文章 那么现在呢 中共的考虑呢 应该说是这样的 不仅可以啊 在这个事件上 以强硬的姿态 在国内挑动起这种 民族主义的情绪 而讨巧 现在呢 是对外 对美的这个谈判呢 也找到了攻击对手 讨价还价的一个抓手 而且呢 是把一个 孟晚舟又恰恰是一个弱女子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啊 她在这个 走出这个法院的时候啊 被人这个送上车的时候 应该说天气 也是寒冷 那么这样的一种 很沧桑的一个面孔 这样的一个弱女子的形象 那么现在呢 也是被中共方面正在 塑造成一个受难的 一个国民英雄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同时我们看到 这个事件 由于西方主流媒体的 海量的报道 那么现在是引发了 全世界的关注 那么这个名字 华为也好 孟晚舟也好 已经是一个 点击量 是这个天文数字的 这样的关键词 所以就引发世界的关注 现在呢 反而是让华为呢 更为吃重 所以说 在今后 如果说 美国和西方国家 想对华为继续下重手 或者说继续找其他的茬 找他的毛病 同时呢 去打压华为的话 反而现在是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这个 他的知名度 在急速的提升 因为这个事件之后 华为 我们可以在网上 Google一下 可以看看 华为或者说 有关 孟晚舟的 这样的词条的 这种报道 报道量 有多少 就可以 感觉到 这个事件 实际上呢 反而给了中共 一个抓手 来呢 为自己呢 解套 我们这个 在四天以前的节目当中呢 就已经提到过 我们就分析认为 中共呢 他就会利用 这个事件呢 顺势来利用 加以利用 把这个事情搞大 打悲情牌 尤其是孟晚舟 是一个 身材娇小的一个弱女子 这样的形象 很容易 在媒体上 给受众 也很深刻的 这种视觉冲击 那么在同时呢 这个事件 在国内 和 国外 这两个方向 都可以加一个理由 国内是挑动民族情绪 国外呢 现在是 把自己呢 这个所谓的国民呢 作为一个受难者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来进行兜售 这样的话呢 因为美方之前 也是一直想淡化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呢 由于川普总统出面表态 那么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 已经是美国的最高层 已经是出现 发出了信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再想掩饰 或者说 再想把它淡化 已经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反而呢 对于中共来说 是 本来是 想稀释宁人 但是呢 后来发觉这个事情 大有利用的价值啊 那么 所以赶紧 回过头来 转变 调门 那么 集中火力 开足马力 开始发起这种 这种舆论的 这种反击 来为自己 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实际上呢 双方都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现在呢 中共有这么一个事件呢 开始反方向的加以利用 那么这就 让我们对 这场贸易谈判的前景呢 无法感到乐观 那么同时呢 这种美中双方 开启的这种肉搏 互相开始逮人 抓人 或者说是互相开始 报复 中共方面呢 是 现在是一招接着一招 不断的在使出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种互怼的这种模式呢 已经是 欺虎难下 让双方实际上都感觉到 欺虎难下 我们再 重复一遍 就是因为 这个谈判期限 和孟晚舟的 保释之后的 被引渡的这个期限 60天 是重叠的 那么这个重叠 就意味着 这两个事件 再也脱不了干系 互相脱不了干系 好的 我们今天呢 明镜焦点的 这个对于媒体 对于 一天以来 所发生事件的 这种梳理 对于美中双方 贸易 贸易谈判 的这个前景 所进行的一番分析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